日本黄金周假期来到后半段,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,在5月3日远征赴山县,参加音乐会和户外表演,这是新团体的第一次远征,包括一年级学生,5月4日在北阿尔贝斯山文化中心举行音乐会,5月5日在纳米玉京香公园,和纳米市文化厅举行户外表演和音乐会, 在舞台上演奏已今年的进行曲阁下,Rapportoir和升起勇气的棋,也首次演出它的荣耀,在行径舞台上,我们表演了包括第123届的Wanta Games,三年级学生的冬季运动会,接着是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的Rapportoir歌曲,面对北阿尔贝斯山的副山线空气情星,心情舒畅观众们也非常热情,在演奏中一边拍手一边观看的样子,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,队员们都很开心,在游行和演出之后,也感谢所有辛苦筹办复山演征与演出的工作人员,也期待大家光临5月11日,在宫古国际展览中心,由台湾文总举办的台湾Plus2024